你别吃了 别吃啊 吃完还会饿 脏了脏了再擦呀 要不然你别弄 闲脏所以不做饭 闲吃了还会饿 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吃 闲人认识了 最后还是要分开 所以干脆不认识 既然花开了最终都要落 那花开什么呢 既然春天来了 最后春还是要去 那春天干脆别来 既然你我相识一场 一开始都是欢声笑语 最后都是愁眉苦脸 那干脆别认识了 按照这种逻辑 我觉得这是人生选择的不同了 就有的人我就喜欢过程 有的人我想要一个结果 是吧 我们就喜欢那个打扫的过程 喜欢打扫过程 哎呀 这孩子 哎呀 你就骗自己吧 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好坏 就好像我们现在就愿意跟 同行 对 行行行行行 死心光明 我又说不吃命都没了 不占地方是真的 你看 不是 咱换个产品吧 你一个国 你在这都讲到人生了 都在讲下去 我感觉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都 大家说真的是 既然人都要离开 那干脆别来 这个锅不能再卖 这再卖 这讨论到人生问题了 嫌要搞卫生 所以从一开始不做饭 我就是这 就每次做完饭了 比如说那个灶台没有擦干净 墙 就是灶台后面那个墙上 如果溅了油 那不擦干净 油烟机里头有那个油 我就感觉非常难受 我又强迫症 我就擦得非常干净 结果做一次饭 然后整理一下 得整理两三个小时 后来发现不行啊 这划不来啊 非常划不来 太浪费时间了 做饭一个多小时 吃十分钟 完了又收拾两三个小时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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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直视和看装饰品 哎呀大聪明啊 我自己 这个松子 开心果 腰果 这个子腰果特别大 个头老大了 嗯 露伤苹果有吗 有人在问 找一下 昨天才好像就卖露伤苹果的 是吧 昨天是挂链 挂链 还有吗 有库存的话你给上啊 可能是我鼻子吗 就是我一面对强光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就容易流眼泪 还有鼻子痒 嗯 所以那天你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 我的眼泪是因为强光照射 嗯 大概是那一天 光线太强 所以我才流了泪吧 跟鼻子的分别没有关系 哈哈哈哈 我打一个嘴硬 我承认就是没发生 这个头是真大呀 你看这子腰果能吃饱 你看 我拿它跟我的眼睛做个对比啊 大家看一下 让你看到什么就是互相伤害 我刚吃了 我感觉 有点拉嗓子 吞咽困难 我再把它剧掉试试 刚才讨论那个问题 其实就是人生对 你 人对 人生的一种理解 就是人生观的区别 是 你确实避免了事情的结束 因为你从一开始就避免了事情的开始呀 花会泄 所以你 不让花开 人会离开 所以你全自一开始不相遇 厨房会脏 所以你干脆不做饭 吃了还饿 所以你干脆别吃 你确实好像有一个聪明而决绝的办法 避免了所有事情的结束 避免了落寞而离场的一刻 你也因此少掉了人生所有一开始 相遇时候的欢呼和欣喜 你世人生后来没有遗憾 你连开始的开心都没有 你连喜悦都没有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拍 过年你肯定是需要这些的 然后他们家这个包装的看着比较朴素 但是产品还是挺好的 比如说昨天已经买了 昨天买了你今天就别买了 大家理性消费 好吧 咱这日子还要正常过 你别每天都买 每天都买 你又吃不完 你买那么多干啥 品重复 是因为品不好找 不满 你跟着听一听聊天都行 好吧 余老师不是说的吗 销售额不重要 十斤挑一两大颗粒 According to the advertisement printed on the plastic 需要朋友自己拍 来 下一个产品是什么 牛泪排 好物凡产 卖得好就一直卖 没事 没事我可以 哎呀 我想着我牙能咬 结果把人咬断了 我想着牙能咬住 结果把他拉开 结果牙把人咬断了 大聪明 感觉自己的智慧 又多了一些 偷皮痒 估计是长脑子了 大白兔奶糖 昨天晚上买的 今天还有吗 没了 奶糖都都买完 今天余老师带那些企业家朋友里头 好几个都是昨天我们买的 那个产品的老板 抓呀 余慧谢谢你啊 昨晚 我已经在催库村了 当面催的 直接催他们老板 纷纷都开始打保票了 你放心 我今天回去就催他们上班 呃 圆切牛泪排 保持期十二个月 一袋有三斤 啊 两斤半啊 啊 1.5 1.5千克 两斤半 两袋 一百十九 带都两袋 对吧 对 那就是五斤一共 一百三十九 一百三十九 那上面价钱是错的 昨晚会出示波价 一百四 啊 昨晚是一二九 对 昨晚是一二九 参加 这放的波拉格光肠 那放得波拉格光肠 然后耳机线从这 随到身到这 老师一过来赶快就让 老师抓了一把一声联系 全部拉出来什么地方 那必须的 那当年歌词都是埋在被窝里 手电筒罩着偷着背 你朋友说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你不能说徒弟不行 你也否定是师傅 数学还真是数学老师教的 然而我们那个数学老师据说 还挺优秀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听懂过 因为他自己特别会 所以他讲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很简单 你跳过了 以至于只有一些有天分的孩子 基础好的孩子能跟得上 我努力了三节课 放弃了 一点都听不懂 你知道我知道 现在还经常做噩梦 吓醒的那种 就是数学考试 多吓人啊 有一天带货主播要求持证上岗 考试内容 数学 实验了我就 这直播间没几个人了 第一个下岗就于老师 你看你考过数学就怪了 我不信 这一点二五千克 两斤半 一点五千克肯定是三斤 我能听不懂那么 以上就觉得看不起人了 好 好 一分十八千的一花小张才 再看 是否都觉得都一样 啊啊 不说 啊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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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主流二 那会儿头发 就是我当时是什么发型 主要取决于周杰伦是什么发型 早些年他们很厚 刘海盖着 那咱就得盖着 紧追时尚 就是头可断 但是发型不可乱 所以每次学校一到开始 精神面貌整顿的时候 我都是反面典型 第一天 前一天 刚刚因为英语成绩 全年级第一 得到了表扬 表扬的声音还犹如 回音还在耳边 还在旋转 还语音绕梁 仍未散去 第二天 因为头发太长 拉到操场 主席台上 全年级通报 批批 啊 很挥滑 国际下的通报 国际下的通报 对 全校师生面前的 这个检讨 检讨主要内容就是 为什么剪了几次 头发剪不短 那个剪发师 我跟他说了 寸头 寸头 飞不经 啊 他非说那个就是寸头 对 我也不知道寸头 讲的 我说你跟我翻译 翻译什么叫做寸头 理发师说 那就是寸头 我就信了 他拿镜子一照 他说 这就是寸头 你回学校去 你们老师说 不是寸头 你来找我 轻易地选择了相信 结果人 你给你 剪了头发 那照片 整天发抖音 发抖音 发发发发 说了不让发 还是发 筷子没了 筷子呢 没了 真没了 我说赶快讲书 一会儿讲 我说卖会儿货 你你这来找我 这就是 骗我说 鱼慧我喜欢你 然后你来 鱼慧你跟我讲书 这种感觉 其实我有过经历 实不相瞒 我因为大学学的英语 当时跟几个 这个international friend you know we love like make friends with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kind of background you come from what kind of education you received in the past it doesn't matter you know I just love the way you are so be my friend right 一开始都是这样 说的挺好的 哎呀 我就是因为 觉得你这个人性格挺好 你这个人价值观挺好 你这个人对吧 兴趣爱好广泛 然后一见面就是 shall we speak English a little bit 但是教那些朋友 都是 说的时候 都是声称 哎呀 我老喜欢你 跟你交朋友 你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你这个 很幽默 you have sense of humor you know 然后一见面 就要求人 跟你说英语 你说你第一次这样 第二次这样 第三次这样 人能不知道 你为啥跟人交朋友吗 谁让你穿上这个歌 我不听 我不听 真好换 我刚讲完 这个音乐来个 我不听 我不听 到之后 我可以说 you know I do love the way we talk with each other you're my best friend 那他人还信你吗 人怎么可能信你 你一见面就跟人说英语 后来我跟他说英语 因为我当时英语说的 错误非常多 他也掌握教训了 他一见我就跟我说中文 我爱中国功夫 他也故意各应我 我是美国人 我爱中国功夫 他说话说 做出更多 我爱中国功夫 一见面就跟我说中文 对吧 为了咱俩的友谊 更长久 Let's talk in Chinese 他们只想利用你学习 真的是 你说 以借朋友之意 假装叫朋友 最后实际是利用别人去学习 这种我经历特别丰富 我以前上学那会儿 雨慧你可好了 你又聪明又上进 又幽默又帅气 说的是学话呀 所以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 那个英语题 这也是实话 都是实话 我要不是年轻时候吃的亏多 为什么我都 我都能被你骗了 我跟你说 到时候把英语题给讲完了 雨慧你挺好的 所以咱俩做兄妹吧 这个都是兄妹 但其实我理解他们 我给大家说过呀 这个恋人总分分合合 兄妹才天长地久 对的没错 实话也是 对吧 今天在一块 明天又吵架分手了 后天又和好 再大后天又吵了 兄妹 关系稳定且持久 这样每次有题不会 就得跟他讲完美 所以落到最后还是在利用我 傻 我真傻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想跟你 多交流交流 说出事 咋喜欢跟我当兄妹 家里缺孩子 人生做你本 他只是考试做错的题 我考试人生做错的题 那会年轻 这是啥 卖货 黑芝麻丸 黑芝麻丸 对 朋友说你有多少个好妹妹 那得看这一节歌英语课 讲的难还是简单 那题要是大家都不会 那全班都可以成为好妹妹 给吧 分着吃了 好 开玩笑 咱那会英语成绩 拿手王牌 就是从初一的阿伯菜单开始的 只要这次考试一难 我发现每一次英语考试一考难 接下来女同学对我 都特别的珍惜 主动的关心我 甚至跟我分享他们的零食 关心我的心理健康状况 在学校上学是否开心快乐 当然自我所交点我们都清楚 对吧 那你肯定得跟人讲题 但是他至少 我还有利用的价值 我后来都这样批为自己了 我至少有利用价值 要不然凭咱这身高长相 没有出路了 所以还是得好好学习 你好好学习 身边具体全是好人 我说今晚有数我一会儿再讲 这本书讲不了多长时间 我害怕讲完一会儿 等我意思 不是你每天买书你也不看呢 是吧 好多朋友从这听完都会讲说 对 就是喜欢这种 文学表达出来的意境 然后买完书回去包装纸都不拆 放在书架上 书是要看的朋友 你是不是知道 就书不看知识是不会进脑子的 有朋友把书买回了包装纸都不拆 放书架上落灰 然后每天开始说求你了求你了知识 来来来没用你知不知道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样是没用的 书得看它不是吉祥物 你能理解吗 买书和看书 买了书和自己拥有知识 是两回事 你就是不看 然后再让我跟你讲 想完了你把书去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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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 他自己没有数 但你说这个东西错了吗 没错 没错 就是学习方式不一样 就像你学生啊 有的人是能看着 长时间看着文字 他是文字学习型的 有的孩子喜欢看图片和视频 有人喜欢听 就是你每个人 他身上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孩子就像艺术品 他各有各有千秋 各有特点 就有的人他就是听的时候 他大脑特别火焰 有人是看视频的时候火焰 有人是对文字特别敏感 嗯 有的人他就是看不见 但是听别人讲 他就会感慨万千 也是学习方法 我们这个小零食是36块9两盒啊 36块9两盒啊 对对对 谢谢 我说眼睛看了脑子没看 啊这还不一样啊 这个是坚果漆黑 红枣芝麻 红枣核桃黑芝麻玩 两个不一样啊 需要碰自己拍吧 看看里头是啥 就是单个包装的这种 你看 哎呀 满满的能量 不饱和脂肪酸 钙 蛋白 为什么看书不过脑子 我跟你说啊 有几个情况 第一个 而且还有一些人 一翻开书坐在那 过一会儿 注意力涣散 昏昏欲睡 彻底放弃 放弃治疗了 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 看书的时候大脑不活跃 为什么不活跃呢 他就不喜欢看言情小说 你非要让他看言情小说 他就不喜欢历史上那些将王 那帝王将相 勾心斗角 你非要让他看这些 他就不喜欢哲学 他是个轻松愉快的人 你非要让他每天思考 没有必要 所以第一个非常有可能原因是 没选到自己喜欢的书 回答你刚那个问题 为什么看书不进脑子 不是你喜欢的书 你忘了当年上学那会儿 你偷偷拿个手机 拿个什么 小门口书店里租的那种 看那种玄幻的 修仙类的 对吧 那看的老带劲了 所以第一个你没选到自己喜欢的书 第二个 你看书的方法不对 就你要坐那只用眼睛钉 确实没有啥意义 就容易换三 所以要多感官 你看的时候 勾圈点画 甚至拿着电脑做着笔记 或者拿着本子做些摘抄 你就注意力更加集中了 这个很重要 但即使你做了这些 你看完书还是会忘的 因为一忘是大脑的正常规律 你的脑子设计下来就是去忘记东西 而不是记住东西 因为大脑消耗热量太多了 你每天大脑极度活跃 一直在记东西 你会累的 你会饿的 保存体力 才是你身体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看看做完笔记 你试着给别人讲一讲 寒假来了 你跟你家里的孩子 可以做一件非常有用的事情 就是 你们俩一块看一本书 看上一会儿 分享 你觉得哪块有意思 或者你对哪块想补充的 你对哪块有理解的 聊天 看一看聊一聊 看一看聊一聊 这叫陪伴学习 而不是你孩子在这看书 你一会儿进来送一杯奶 一会儿送一盘水果 还切的干净 插着牙签 你又不是他的保姆 你是他的父母 你陪他一块看书 你不是背着手 这是个一会儿 房间里转圈 一会儿又出去 不是 那些都错了 两个人一块儿看 看一看聊一聊 看一看聊一聊 这样你就带入了 你找到节奏了 就喜欢了 来下个产品 你试一试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个费曼学习法 对吧 被动的听 其实掌握不了多少 但是讲的人 是掌握最多的 所以谁是真正的受益者 老师 老师永远是最多的受益者 所以大家会发现 很多非常成功的人 早期 他们都有短暂的教师生涯 因为这个过程中 他要讲清楚 他自己得想清楚 他要讲明白 自己得学清楚 让你孩子跟你讲 你给你孩子讲 这是效率最高的受益办法 没有质疑 他比做题 看视频 做总结 做分享 都有用 如果有考过教师 自个证的朋友 大家应该都知道 费曼学习法 非常简单 对吧 有个朋友说 评论学怎么回事 一会儿让放音乐 一会儿闲音乐 吵 这个朋友 你逐渐改得到 我们的感受了 能不能讲讲商品 行 我现在讲 大概在两分钟之后 就是说 能不能说一点 有意思的东西 别买货了 这就叫做 横看成岭 侧城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立场不同 决定的观点不同 紫皮腰果 79块8 啥 79块8 就是腰果和盐配料 太简单了 所以鼓励孩子 给家长讲 其实是非常 就一个是输入 一个是输出 很多人上完大学之后 你发现你对一个事情 理解最深的时候 是什么 好多人去参加 各种辩论赛 就你要说服对方 你要把事情讲明白 你就要做大量的资料 而且你要梳理一套逻辑 把它讲出来 好多人 大学辩论赛 讨论过一个话题之后 毕业十年 仍然脱口而出 输出其实是最好的输入 死皮腰果 卖货 就这样 别太为难 我不会卖货 所以那是刚才给大家讲 就是这个寒假 让孩子们做的几件事情 然后 你看我刚提到的 这个读书的办法 第一个 从他喜欢看的书开始 不要上来 就你给他建议 你要知道 成年人跟孩子 喜欢东西能一样吗 你小时候喜欢东西 跟现在喜欢东西 能一样吗 你现在会觉得 小时候幼稚 小时候会觉得 现在无聊 成年人跟孩子的 审美是不一样的 兴趣也不一样 让孩子看他喜欢书 从他喜欢的书开始看 对于孩子来说 一开始只要他能坐下来 能不再 一说学习 就咳水 就难受 就要上厕所 就饿 只要他不各种 找借口 能够安静的坐那 坐上半小时 就成功了 对于很多 没有看出习惯的孩子来说 一开始先让他坐下 先让他静下 所以可以从他喜欢书开始看 有人觉得看小说 这个支持量太低 秘籍度 支持秘籍度太低 你让他看呗 他能坐下 你就让他看 看一看 他就可以除剑 看到其他东西 他要看小说 他看一看 他觉得对人感情 看一看传记 看一看传记 觉得人为什么会做 那样愚蠢的决定呢 他那么聪明的 谋士 或者那么高明的君王 为什么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 他再一看历史 发现 原来人都逃不出 原来历史是这样子 然后你最后一看 为什么王朝的星灭 都有规律呢 人永远逃不出呢 最后一看 好像是气候变化 和地理变化 这越看越深 越看越深 中国说 那人为什么 永远解脱不了 生命中的苦难呢 就研究到哲学去了 他自己会找到 自己看书的路的 你一开始就让他先坐下 所以从喜欢的书开始 就让他能坐下 然后紧接着 第二声音就是什么 看书的时候 不要只坐在那 不要单感观点 只是眼睛在动 手也要动 可以打一打这个笔记 这时候有朋友一见 只要用文字写好 还是用敲电脑 我就得敲电脑更好 效率更高 而且你发到你的 其他软件 或者信息里头 在哪能看 然后第三个 就是让他跟你讲 鼓励他讲 观点 然后下面补充的细节 就跟写论文一样 小孩喜欢讲故事 你发现小孩一般 说话是这个特点 小孩说话是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小孩喜欢用然后 因为然后是时间顺序 他在讲一个事情的过程 就是说难听的 就寄流水账 他在讲事情的过程 小孩喜欢讲故事 但成年人是讲道理 讲道理就得逻辑清晰 就得一二三 所以你发现成年人讲 关于假期安全 我讲三点 第一点人身安全 第二点食品安全 第三点用力安全 成年人讲话是 我讲什么 讲几点 一二三是什么 小孩说的是 一开始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再然后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就一个是时间顺序 一个是逻辑顺序 你得训练他 刻意得去训练他 他的讲解能力 就会提升的 卖的是紫衣药果 需要朋友 大家自己拍吧 这就是昨晚他们要的 昨晚好多朋友 要东来顺 肥羊肥牛 今天给大家找来了 多钱啊 这个 149三袋 一袋是一斤啊 对 因为他们一直用的是 非常经典的 这个内蒙的羊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同样是羊 其实营养价值上是一样 因为都是蛋白质和脂肪 牛啊 牛 分牛 但是在进口的肉 和国产肉价格上 成本上是有很大区别 进口的肉确实便宜 它一斤可以便宜到 20来块钱 甚至比那更低 但是国产的 做不到那么便宜 饲养成本不一样 营养都一样 你肉啊 蛋白质加脂肪 在线人数 现在有77万吧 行行 这是牛 不好意思 只是牛为羊 我今天就是它是羊 我今天就是它是羊 所有不是 不承认它是羊的人 在历史上不是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吗 指路为马 我就说它是马 看你听不听 检测这个 它的指令的服从度呢 所以你发现 其实我们生活中 遇到的一切 在历史上 都能找到对应的故事 这就是为什么 我给大家讲 看到一定程度 人就会自动地看向历史 因为你发现小说写的啥 无非就是人的爱恨情仇 当然这个爱恨情仇 不只是人和人之间 可以人和一个地方 人和一件事情 人和一个时代的 小说本身还是在探究人性 对吗 它写爱恨情仇 然后写到最后 你逐渐可能就会对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复杂 而矛盾的地方 对吗 它可以一边是恶魔 一边又是天使 一边单纯的像个孩子 一边又复杂的像个老人 你后来就无法理解 为什么人会那么复杂 小说看多 你开始逐渐对人感兴趣 而且很多小说 为了畅销 它会把这个故事 写得很离奇 所以它会把 无数人命运中的悲惨和喜悦 都强加于一个人之上 但生活中 很少有那样的人 所以你就会对人 开始感兴趣 你看着看 你就往人物传奇开始看了 你好续 什么样的成长经历 审美的教育背景 会培养出这样一个复杂的人 对吧 你恨也有恨的原因 爱也有爱的原因 然后你了解完 这个成长经历 和他所有的背后的故事 你发现 好像就理解他了 爱而知其恶 赠而知其善 你发现人无完人 恶魔身上好像也有光 然后完美的人身上 也有瑕疵 然后你就看得多 你就发现 好像人为什么 不能尽善尽美 为什么那么多英明神武的人 也会有错误 可能你再看一看 人始终是时代的产物 你会往历史上看 这个卖的是米 卖没了 拿上来就没了吗 已经没了 是吧 柴火大院 香到贡米 东北大米 一年一季 你看我们为什么 推荐东北大米 东北以前是渔猎区 渔猎区 它耕种的比较少 所以它土地开发力 是比较少 它是靠打鱼 打猎 所以大家这两天 看那个黑龙江 哈尔滨火了之后 把俄文克族 俄伦春族 从大山深入都请出来了 他们知道 现在允许是吃枪的 因为它生活习惯 就是人 它是狩猎的 所以它耕种的时间 可能比较短 因此土壤比较肥沃 从北大黄开荒 到现在多少年 一年一季 你想万年滋养的黑土地 就种了不到70轮 那土壤的肥力 当然毋庸置疑 肯定长的东西好吃 一定好吃 但你想很多地方的 土壤耕种史 可能就快2000年 甚至超过2000年 一年两季都种 那都种了4000轮的 那不胜化肥 是真的长不出来的东西 大米再上一些 他们说没有了 我们连起家库成的 牛肉也没了 刚那个东南树也没了吗 我们都在紧急蛋加 多少蛋呀 为啥这么快 明天没啥卖了 明天能不能放假一天 他们拒绝了不 可以可以 那你都没啥卖了 你让我卖啥呀 我们马上就成了 那真的就是和他说的 东西会就算卖草 我要买两块 别为难他们了 没啥卖了 就放假 周文 为什么与辉同学 每天放假 没货卖 现在真的是有啥买啥吗 这已经上来第三次 第四次了 他都买过了 你不能一直买健康 哪有幸运来 咱平均观看时尚 都快十分 今晚平均观看时尚 多少时间 这个屏幕不显示 五分钟 五分钟 那没有昨天 昨天平均观看时尚的十分钟 昨天有节目 昨天有节目 他意思 你再给大家翻个节目 前真男生 大能理解 这在镜头前你看我沉默几秒就尴尬了就啊 你看如果是讲话的过程中你突然有那么几秒的停顿 他显得是那么的合适 让你显得庄重 让你表达的重点更加的清晰 好的演讲家就是会停顿的演讲家 可惜咱是个卖货的 咱这一停顿 对吧 全程都是留白 不行啊 一直得找话说 没话找话 唱歌 都是熟人今晚就别开始嗓了吧 放假吧 他们让我跳酒醉的蝴蝶 大家别刷礼物 有钱给家人买点好吃的 好不好 我们确实不鼓励刷礼物 但是 我是真想把它关了 刷礼物的功能 你相信我是做过很大的斗争的 但是 不能吃人饭砸人饭 你看这牛肉又来了 这是 有没有啥还有库存 我没卖过的 有没有 求你的 这是我的心理诉求 好的 我们盘一下 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 其实换个角度 你去理解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大量库存 高品质 然后 客户评价还比较高 的农业企业 还真没有那么多啊 朋友 就是你发现很多行业已经非常卷了 比如互联网行业已经高度发展 金融行业 建筑行业 它甚至已经 非常的产能过剩 但是农业行业永远 永远没有办法做到那样 因为它不是标准化产品 你说橘子这两天甜不甜 橙子这两天甜不甜 爬爬干这两天甜不甜 天气有影响 它就是不甜 你说到不甜 再不信他们了 买的东西根本就不甜 你看 永远没有办法 让看天吃饭的这个行业 实现 无限的充足供应 且满足良品率 控制 做不到 永远都是这样子 做不到 没了就是没了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不甜就是不甜 过两天就又甜了 所以其实一开始 我们当时 就那年转型的时候 当于老师说卖农产品 大家都说 于老师你想啥呀 你真的完结不保啊 你卖农产品 农产品是最容易翻车的 因为就是没有办法 做好品控嘛 但这个过程 我相信做一做 就会有好的结果 它并不可能说 永远无法改善 它可能永远无法 做到完美 但它会一定 一直改善的 这两天 好多这个黑龙江的人说 原来黑龙江 还有蔓越莓呢 我们早都卖过蔓越莓了 黑龙江的蔓越莓原浆 你记得吧 之前 讲讲书 好 说到黑龙江 今天呢 不好意思 这是今天 仅有库存的书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 推演给大家非常好 是建老师写的 北极村童话 这本书啊 是池老师 在20岁时候 就已经开始写了 好多人呢 以前是池老师的 这个忠实读者 从去年开始呢 因为 《俄尔古纳和幼莓》 这一本书 跟池老师结缘 有的人是 以前自己就知道 自己看 有的人可能是 在抖音里 听东西会讲过 尤其是大家听到的 那样美丽的语言啊 就是大家在想到 这些画面的时候 其实会非常美好 去理解这里 但其实我 我跟池老师 见过两次了都 池老师说 其实没有那么美好 大家想在森林里 居住的人 黑龙江 冬天 室外的温度得多少 他们住的那种西棱柱 就跟大家简单理解 那种三角形的帐篷一样 晚上温度零下三四十度 甚至零下四五十度 咋生活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 你想那么美好 而且长期的物质匮乏 会导致他们的 这个营养水平跟不上 所以身体疾病比较多 所以他们的平均寿命 其实没有那么高 池老师当时跟我聊的时候 可能五十多 在之前的时候 现在好多 因为现在他们已经 生活已经是在 两种兼容了 就是在保留他们传统的 这种文化特色的时候 已经有现代生活水平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说 人们看完了 池老师写的很多书 像一首美丽的歌曲 让人有一点点哀伤 但又不绝望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美化现实 因为我看到过一个评论 说难道文学作品 不是在美化现实吗 那有的文学作品 看完了之后 大家会觉得 现实没有这么惨 你写的比现实更惨 有的觉得说 现实没有这么好 你写的比这更好 其实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 完全就是讲述者的 视角不同 我为什么觉得 这个特别好呢 就是这本书是池老师 二十岁写他小时候 生活的这个经历和故事 北极村童华 因为池老师的小时候 都是在爷爷奶奶家 外公爱婆家生活的经历 首先第一个 他大量的写到了童年 这本书的开头 这儿有一句话 叫做 如果没有真纯 就没有童年 假如没有童年 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 发生在七八岁柳檐般年龄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是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 童年真的是会影响一个人 一生的 不管是幸福的童年 还是不幸的童年 它都会对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以前都听过一句话说 人不 关于青春啊 人不可能 有这样一句话 就非常的准确 说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 和对青春的感受 对吧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你是不会在意的 你那时候觉得身体特别好 能跑 能跳 能打 能闹 饭量也好 倒头就睡 你觉得 未来永远充满期待 阳光也永远明媚 你永远推脚有力 父母也永远不会老去 那个时候 你并不会因为拥有这些东西 而开心 反而年轻的时候 你想的是 什么时候我能 跟我同学玩 我妈 我爸不管我呀 什么时候我能有更多零花钱 什么时候我能拥有自由呀 就是你在拥有 其实作为一个人的个体 最重要且最美好那些品质的时候 你完全不以为然 你渴望着另外一些成年人 曾拥有的东西 然后真正等你到了成年人 你确实可能有做决定的自由 和一些物质的基础之后 你却无比的怀念当时 你生活什么时候 在能拥有那么好的身体 和那么多的快乐呢 因为你后来很少快乐 很少笑了实际上 所以这句话 总结的非常准确 就是人不可能拥有青春 和对青春的感受 你无法同时拥有这两种的 相同的 人也不可能身在故乡的时候 明白故乡的好 全都是背景离乡 然后在大城市里 莫怕滚打 然后见证了一些人情冷暖 也经历生活了一些 波折坎坷之后 突然有一天回忆起来 走在下班路上 穿过车流 不息 然后人潮汹涌 高楼邻里街道的时候 有那么一颗恍惚 好像突然此刻时光穿梭 回到当年年轻的自己 放学蹦蹦跳跳的 走在回家那个乡间小路上 你有那么一刻抽离 感觉好恍惚 甚至刚那一刻 好像真的回到了农田边 那个天洁小路一样 那一刻你突然就念起了 故乡的好 你看 你不可能身在故乡 还明白故乡的好 所以 其实 从这个角度来说 失去 也是人生一次教育的完整 就是你发现 很多人小时候 并不觉得家人有那么重要 直到失去了几个重要情人 然后发现 我天 必须珍惜时间 跟他们相处 以前你不理 不理解健康的这个重要 直到你住了一次医院 你以前觉得孩子 必须得特别乖 学习特别好 知道孩子身体不好 你在医院走廊 走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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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念叨 为怨无耳欲切 无在无难道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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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突然觉得 就是只有失去 才能让人理解 拥有什么是重要的 因为剥夺的那一刻 你就冷静了 你就清醒了 所以大家也理解 为什么很多文学会写苦难 就是不歌颂苦难 但你必须正视苦难 因为它会让一个人 恍然大明白 活清楚了 然后呢 不在故乡 或者失去故乡的时候 我们想起了故乡的好 这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 你像施子健老师写的 跟黑龙江 白山黑水相关的 然后呢 李娟老师写的 跟新疆 跟阿拉泰那些 那些地方相关的 文艺界其实还有其他人 比如说这个 来自山西的一位 非常知名的导演 贾战克老师 他拍了很多一系列的电影 包括韩寒 我们上学那时候 喜欢看韩寒的书 他后来拍很多 就是那种小镇青年系列 你说那里头 他也写他的小镇青年 爱恨的情愁的那些故事 对吧 生活中 直接快乐 非常幽默的事情 他用幽默的视角去讲述 但你可以完全想到 当时他的人生 一定不会有那么精彩 但是他为什么愿意 把很多美好的东西 都附加上去呢 因为他每当怀念 起青春的时候 他好像看到一个 无忧无虑的自己 你在追忆往昔的时候 你在追忆四水年华的时候 你无非追忆的是 当时一个轻松愉快 的自己仅此而已 然后为什么要写故乡 因为故乡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圣地 我们刚举了很多成熟的导演 优秀的作家 等等这些人 但不管是对于王后将相 还是对于平民老百姓 故乡都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圣地 我为什么会这么讲 你从过年这件事情就能看出来 其实你平常出门打拼 一定是背景离乡的 但是在过年那刻 大家往故乡奔赴的那种情感 好多人现在故乡老家已经不住人了都 但是过年时候 他仍然愿意跟父母全家人回一趟老家 在那待几天 就是那种情感上巨大的满足 就像盼了很久的这个田地里 来了一场及时雨一样 那种情感上的滋润 为什么 因为人从那里走出 会带着那里给你的力量 那种感动 那种记忆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那 可能曾经经历过一些不愉快 因此留下了伤痕 但无论是什么 人在回到故乡的时候 都是最放松的 这是一个过度强调效率 和结果的时代 人们对于金钱和成功 有着一种痴迷一般的渴望 怀着不正常的一种热情 宗教般的狂热 去追求这些东西 所以 但是这个现象不会持久的 因为大家去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 其实都是这样子 就是在工业兴起 社会迅速发展那一代里 其实人相对都会变得物质主义 或者物质主义或者消费主义 或者拜金主义 它相对也会占到上风 然后等到这个社会发展 基本上它开始趋稳了 人的生活 就是温饱 这些问题 基本解决之后 人会逐渐又回归到精神追求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就在发生这种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 董律律会在直播间里 每天说一些不着编辑的话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会听 就是有一部分人在解决了 生存需求 就是他吃饱的也穿暖了之后 他迅速去意识到 我不能花我仅剩的 有限的生命中剩余的时间 全部再去追求更大的财富 和更多的物质了 傻呀 那饮阵止渴 渴所以喝海水 越喝越渴 财富如海水 喝得越多你就越渴 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吧 非常经典 他们会迅速意识到 人生活中或者精神上很多满足 是需要用精神上的方式来补足的 比如说读书 比如说旅行 比如说交友 那回到故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所以人们就在这个时候放松的时候 就会念起故乡的好 就像歌颂故乡 就像描写故乡 正好你们春节不都要回家吗 所以我觉得这种书 在这时候看是最合适的 人在故乡的时候是最放松的 也因此是最真实的 因为是最真实的 所以是最感人的 那平凡得人给我做多感动 哪有人在生活中每天还 对吧 各种凹躁型的 没有 回到故乡 你在北京的时候是Michael Tina Sophia Katrina 回到村里 董老二 翠花 铁蛋 对吧 东美 你回到家是这些人 对吧 人才根本不关心 你在外面干啥 你回到村里 走到箱子里 没有人在乎你 没有人追着拿手机拍你 大家都不在乎你 因为你从小就在这长大 你小时候光屁股跑的那样子 他现在还记得呢 你那年趴在树上摘尸子掉下来 这个牙摔断了 还是他把你扶起来背回家的呢 所以在故乡我们都是放松的 所以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人在故乡是放松的 因此是真实的 因为是真实的 所以是这个动人的 比如莫言 老师写的高密 渝华老师写的海岩 然后呢 苏通老师写的这个江南 沈从老师写的边城 这些都很多 比如老水先生写的北京 王一写的上海 James Joyce OK 大家都知道 这个E16的开山壁族 他作为一个Irish 他写的故乡 齐克福写的那些 就每个作家他都会 他都会不断地去回到故乡 因为他要获得一次精神上的满足 再次出发呢 那个精神上的满足 其实并不是那 你说是那片土地给他的 其实是那片土地成长过程中 他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那些教会的他成长 给了他爱和力量的人 或者是他腾年所经历的一切 因为真实实的发生过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给他的感觉特别强烈 所以回到这本书上 他说 假如没有真蠢 就没有童年 假如没有童年 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好多人一研究性格 研究到最后发现全是 小时候的经历所影响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镜头前 从来不鼓励大家用 过度的成绩啊 或者是一些 比较容易实现的一些 世俗上的成功 去评价孩子 因为你会把你不好的情绪带给他 然后如果孩子没有一个特别放松 快乐的童年的话 他真的会用一生去治愈自己 而且对他以后长大了 他的性格 加持观也会有巨大的影响 大家想一想 如果说你的孩子以后长大的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 你想不想 想 那你看一下 现在这些成绩的作家 他们在写自己童年词 在干啥 简单 愉快 放松 然后你又陷入个两难 你说啊 那那那那那 我孩子现在考试成绩不是地板 或者是这些这些 这些怎么办 你要相信一个人富足的这个精神世界 健全的价值观 敏锐的判断力 然后这种 高度的共情能力 这些可能是人的软实力 而且从长期来说 他比落续通知书或者文凭会更管用 你不是因为我学弟好喜欢我的 你也不是因为我长得好喜欢我的 对吧 你听我胡说八道 说的有的话 你觉得好像那么一刻跟你有一点点的相似地方 你是因为这些觉得喜欢的 对吗 这不是成绩带来的 对 昨天再回到 我昨天其实还聊了一个问题 就是教育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学 从小家里人给你讲的就是 你要这个刻苦勤奋 然后踏实 好学 然后咬紧牙关 握紧拳头 一言不发 穿过整座城市 然后让自己通过一次次考试的筛选 一次次激烈的竞争 最终托拟而出 出人头地 然后在毕业之后 进入个好大学 练就一身本领 拿着个好的文凭 去一个好的单位 拿一个好的薪水 然后过上一个物质负责人生 在之前几代人头 这种故事 都是通用的 因为我们在完成迅速的城市化 好多人从农村 从小城市 从乡镇 从县城 要走向大城市 这个故事在这一代人都适用 所以大家会发现 以前我们听到一些非常 振奋人心故事 会不觉得善然泪下 但是在下面几代人 之后几代人的时候 可能这种主题就没有那么再适用 他们会 受教育 他会追求美 他会追求内心的满足 他可能不再以这个 就业利语作为唯一的参考 这就是因为喜欢 本科学的一个 两栖动物 你说我还是学研究两栖动物 他有一天到深山老林 拿着相机 拍了一个照片 因此开心了 大半年 你说那跟生殖家庭 有啥关系 那就是脱离了这种 人在满足了这个物质 脱离了生存恐慌之后 人就会开始自然舒展的一种状态 而且那个很快会来的 其实一两代人之后就到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我希望你理解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希望你在跟你自己家的孩子相处的时候 能更自然 更舒展 然后你给他一个放松快乐的 充满趣味的童年 然后培养了他正确的价值观 比较健全的这个思考方式 高度的共情能力和敏锐的察觉力 这些其实对他来说更美好 然后这一类书具有一个好的作用是什么 亲自共读 我一说到亲自共读 大家都想到了 是不是绘本教着孩子一句一句 一压学语那种 不是的 你说初高生 初中生 高中生 男的回家不能跟孩子一块读书吗 可以啊 就是你那个孩子读一会儿书 你读一会儿书 完了你看这块 比如吃剑老师他去讲 讲外婆旁边的这个村庄 讲那一片森林 讲家里做的饭 讲自己童年成长的那些故事 读到这个你突然 你好像想到了 哎呀我小时候那个怎么这样 你这种作为一个非常 慈父或者慈母对吧 慈母手中献 慈父手 你可以这样子跟他们聊 你说哎呀 其实爸那年小时候也有过非常调皮的经历 很有意思 这时候是最好增加这个 两个人之间的 这种共鸣和情感基础的 而且我给大家 真的实事求是的汇报啊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爸跟我妈讲的全是他们小时候的真实经历 好多其实都是糗事 而且那一代人其实物质当时还非常匮乏 讲的常常是一些为了生活 其实比较辛苦的经历 但他们都毫无保留的会愿意讲给你 所以你能理解他们 还有我刚刚提到故乡这个 就是你如果不理解一个人 其实你跟他去 他故乡 你完了就达到一种极其高效的一种共情 你想你跟你孩子讲完之后 再带他去老家 他就不会觉得 每年都要让我去那些地方 可冷了 有没有人朋友玩 多没意思呀 有吧 静总先生有没有家人有这样的顾虑 因为他不理解你 他也不理解那个地方 他感到陌生 因为没有这种情绪的间联 没有这种熟悉的事情 然后 之前呢 我们这个 在看世界的时候 去了一趟江苏 去这个 余老师老家了 其实我还挺开心 我之前给余老师说过 我说你有空带我去一趟老家 因为你要知道 一个人性格形成部分很多其实是小时候童年的影响 要么是滋养着他 要么是影响着他 然后呢 到了余老师老家 余老师明显就很放松 你想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对吧 风云人物 结果到了 他那个家里院子 坐在那个客厅 周围是几张 是这个木的凳子 很硬 然后坐着他隔壁几个 明显就是在村里后来 一直在生活 可能也在从事相对重的体力劳动 因为他们的面容啊 衣服啊 能看出相对比较苍老 鲜老 余老师过来 就直接勾肩搭背 很放松啊 勾肩搭背 这颗你也不用是一个 这个 自杀风云的一个企业家了 不用 你不用 小时候咱俩一会儿光屁股摸过鱼 就是那种放松的状态 然后呢 互相就倾斜的攀台 喝 就是 喝茶 吃的 拨个橘子 互相调侃 调侃 就那一刻 你就意识到了 就是这一切真实的东西 如何把它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以前 我也喜欢去 就如果我有哪个朋友 关系特别好 我就喜欢 我说 抽空 帮你老家去看一看 因为这时候 我就跟他形成一种 极其高效的共鸣 你知道他是如何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 他如何成长 今天这个样子 他一路走来的故事 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喜欢 我说你能不能带我去 谈你老家呀 你曾经上的学 你喜欢吃哪家店里的 学校门口的小吃 就是这些故事 你听他讲的时候 一个人会 他讲着讲着就开心了 他脸上会带着笑的 给你讲 而且根本不用你引起话题 他一个人说的没完没了 其实这本书 只是想提醒你 做这件事情而已 谢谢 欢迎萧萧 还有朋友 你们俩双播呢 行行行 挺好 夜班啊 朋友说 我拿水了忘了 喝点 哈喽 大家晚上好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一场开早场 然后都习惯了 晚上好 晚上好 对 我是经常开一 守夜场 因为晚上 守夜人 守夜人 对 他能什么守村人 就是那个村 因为其实现在城市 话比较多之后 村的人慢慢变少了 就就人在村里面待着 我那个家现在已经荒掉了 就是我们家那个地已经没人住了嘛 房子也没人秀就慢慢塌掉了 所以我就偶尔 房子就是扔不住就不行了 对 所以房子又人气嘛 但是我们家跟刚刚也会说的一样 到过年前后 我们会开车去那个 那我自己家遗址 就那个 都擦完了 遗址吧 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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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回忆一下 一般在遗址前面有两字叫发掘 发掘 但是老家或者是 可以是修缮 修缮 还是有区别的 是 对 回忆一下 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候 什么种 养牛 养羊 那些古代的故事 所以这个 挺好的 但我这是 人得有根嘛 对吧 人得有根 所以我还是觉得 以后咱小匠好了 也跟余老师一样 回家把自己家也好好见识一下 对吧 这其实是中国很多 就是自古以来 你可能小时候会觉得这种故事老套啊 但是你长到一个年龄的时候 你突然就会有这种感觉 就很多人世界有成熟 他就会开始亲近老家 他想做一点这个 维护乡里的事情 做点善事 对 然后 修一下这个 学校啊 桥啊 房啊 捐点钱啊 逢年过节 给老人们发点 里面粮 发点过年用的钱啊 对 就这些事情 你会在一个年龄的时候 突然完成这种身份上的转变 而且这种感觉给你带来的这种身份认同 你到那个年龄你就知道了 而且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这些读书人所共同所说的一件事情 对 他自古其实不是逃离 他是回归的 对 那比如说多少年之后 云辉你回到老家 你想做什么 我 迎娶翠花 你那翠花等不到那会儿来 刚刚还有人说 董云你又开始吹自己谈过恋爱 你看这 人跟人之间都没有一点信任 我吹自己谈过恋爱 你有那个必要吗 咱又不是没那个条件 就是 你看 对吧 看 你这些都写在这个脸上 就是有这个条件在呢 对 对 肖略刚问这个问题 我老了 我估计我老了 我们村可能都 都不一定还有人了 就 因为现在村都没有多少人了 是 很多人都会逃离村庄 但是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就是 家的温馨都还在 那就是如果把时间再往早 倒十年二十年 就你刚才设想的一个时间 再早十年二十年 你会给家乡做什么 我 我会干啥 那我就回去在我们那儿全部 种上一种水果 或者养点东西 这个给大家找找销路 真好 这挺好的 他们就在家里能打点联工 我爸以前就每年我们上学的时候 他就得出门打工 就是农民工 就是大家每年到春运的时候 看着 见着扛着袋子 火车里 过道上那些人 然后呢 这个 直到前几年开始 我们村附近就有人 有些人 他们在这种车离子 然后我爸去 果园里给人打工 就不用 就是离家很难 对啊 至少你晚上能回家吃口热饭呢 是 这也是我们的初心 不然好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的 对吧 爸妈也不在身边 然后就跟外公啊 爷爷很难一会生活 朋友说 你倒是随便上个产品 行 对啊 咱没有产品吗 不好意思啊 现在有啥能卖的 导演 对 上个产品 我们上一个无骨鸡爪 上个无骨鸡爪 好 我来 有个产品 有个产品 卖货真的 不好意思啊 对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款产品的规格 嗯 两斤装的无骨鸡爪 两种风味 一种是柠檬酸辣的 一种是蒜香的微辣 对 鸡爪可以无骨 但人得有骨气 然后呢 哈哈哈 怎么样 还可以吧 略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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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抽掉的不是鸡骨 你抽掉的是我的脊梁 对 对 是我少年的锐气 是我勇敢的担当 抽掉我的这个尊严 更高了 延续了一下 对 吃下无骨的鸡爪 长起我挺起的脊梁 然后他这个 两斤装 而且两个口味 一个是蒜香 那没了 不好意思 对 没有货了是吧 原来说上了个没货的 对不起 年前要真的没啥货 我就体验放假了 对 挺大理解 那个我来做这种 雨晖说放假这个事情 已经很久了 对 但是我们要努力 把雨晖留下来 多陪陪大家 没啥卖 不好意思 没啥卖 不好意思 主要酷酥没跟上 不是说咱不想努力 对吧 条件不允许咱努力 条件不允许咱努力 哪为五米之吹 就是 朋友们 见过这样的口识吗 没货有什么主国 老板每天说要放假 雨倒是说的 然后呢 我们这是贯彻了老板的这个指示 员工每天说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奋斗 这种反差我非常喜欢 就大家卷习惯了 一时间不让卷还受不了 真是 真是这样 天哪 对吧 突然把墨去掉 我感觉肩膀是空到的 对 弹穿不扣钱 我都不习惯 这个是 扣 扣是吧 答应你 其实哥是这样的 给你先扣 我突然觉得 给我先扣 我今天 我播的一晚上 已经跟我谈了四次 没你谈了四次了 发生什么事了 是因为不奖品吗 不是 谈什么什么 直播间引起观众不适 过于帅气了 可能是有的朋友 确实看到我 有点难受 过于有才 嫉妒了 直接向直播间反馈了 哎呀 太狠了 反正以后 自己定规则 弹一个 讲五百 四个 我也心里难受 我也难受 你都播不了了 朋友们 今天可能是 我也难受啊 那我这 长啥样子 是我能决定的吗 对吧 我播了一晚上 你弹我四次 我给自己 发四次奖金 发个扶贵 发四次奖金 没错 你骂我 我给自己发钱 扶贵自己一下 对吧 多骂一次 感谢你的这个努力 让我们又多一次宽慰 要不然我都 不好意思张得口 就是 你看这 还得失你 是吧 你是总能为人 十九块九 一共有四盒 每一盒呢 二百三十克 咱们得卖 要不然直播间真要停了 来吧 朋友们 非常具有风味的 五黑桑胜紫米饼 行 对 那你们俩聊吧 行 我们先让雨晖休息一下 雨晖这三天都来呢 今天明天后天 都是这个八到十点 所以大家想念他的 细水长留 明天这八点 继续这个跟他见面 是的是的 好 先来跟大家拜一个吧 因为这个的质感是 我觉得很多女生 还有非常非常喜欢小零食 但是要有健康小零食